三就是著名的可樂屏曲線 以及在這個方正的車型上呢 搭配了這個外擴的這個輪幅這個抱貝的造型 到了近代呢 以一系列為基礎 所延伸出了一系列的Coupe的車款 那原廠也在這台車上面呢 用一個更肌肉 以及搭配這個直列六缸的性能的引擎 去做了一台1M的這個車型 那緊接著登場的呢 就是我們B&W首次以二系列 來讓這個雙版的跑車 獨立成一個獨立的這個車系 那就是上一代的F22 以及衍生出了F87的M2 那在這個世代呢 B&W的二系列Coupe 以一個肌肉感非常優雅 非常圓潤的一個造型 那也給大家帶來了美好的駕駛體驗 那現在就讓我們來介紹 我們今天的主角 全新代號為G4-2的二系列Coupe 那為什麼剛才要帶大家 先回顧過去的經典的作品呢 因為在這邊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全新的二系列Coupe呢 它不只是一台新世代的BMW車型 它更是在我們用了在外型啊 整個視覺的設計上面 是融入了非常多我們BMW經典車款的這些元素 像過去的這些代表作來致敬 好 首先車身尺碼的部分 全新的G4-2呢 比上一代的車型 整體來說在輪距以及車寬的部分都加寬 因應的就是為了讓整台車呢 可以在這個操控 激烈操駕的彎中有更好的穩定性 車高的部分呢 比上一代的車型略低了28mm 讓整個車在造型上面看起來更加的扁 更加的寬扁 更加的流線 先帶大家從車頭的部分看起 引擎蓋以及兩側的葉子板呢 是採用鋁合金的材質 那這樣子的話也能有效的去達到車身的輕量化 以及做到更好的配重 車頭燈的部分呢 不同於我們近十幾二十年來 BMW都是以一個四元燈為概念的這個造型 在全新的二系列Coupe上面 它是回到像剛才我們所看到的 2002車系當初這種雙圓燈的為發想 來作為這個頭燈的造型設計 水箱護照的部分呢 則是採用了像八系列一樣 這種寬扁式的一體式造型 另外在直扎的部分呢 則是採用了這個傳統的這種垂直式 那比較特別的是說 在全新的二系列Coupe上面 這個傳統的直扎呢 有著一個新的這個水波紋式的這個線條 並且它結合了主動機器調節的功能 那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 整個車頭整個前下氣吧 這個M空力套件很大面積的這個保桿的部分呢 採用的是新式的這種三角集合造型 以及搭配了許多這種立脊感的這個折線 去塑造一個車頭非常強烈 非常戰鬥化的一個造型 那在M240i上面呢 搭配的是四灰色的後視鏡蓋 那這個後視鏡蓋呢 是採用雙熱式的造型 剛才所提到的車頭燈的部分 除了它是我們 我剛才所講的雙眼式的造型之外呢 當然我們現代的車款 一定要融入的是LED的這個頭燈 那也做了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日行燈的光條設計 另外原廠的設計是在這個 社會系LED頭燈上面呢 也做了一點巧思 就是在待會大家再看到實車的時候 可以仔細的去看在日行燈下方 光條後面的部分 多了一個淡金色的這個飾條 那讓整個車頭燈的部分呢 會更加的這個炯炯有神 更加的這個銳利 水箱護罩的部分呢 剛才有提到 一體式的水箱護罩 有包含了主動進氣調節功能 那平常在冷車的時候呢 這個水箱護罩直炸關閉的狀態 是採用這種鈴片狀的這種層層堆疊的這個造型 那當今天引擎熱起來 我們需要更多的冷空氣去進入引擎室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水箱護罩直炸會成一個90度的開啟 那因為剛才所提到 它的直炸是一個 不是一個純的垂直線條 而是一個水波紋的一個彎曲狀 所以它在開啟的時候 從側面看 整個在水箱護罩直炸的部分 是更有立體感的 最後是在水箱護罩的外框 其實這次的外框也是有一個它的特色在 就是在這個外框呢 待會大家可以從側面去看這個外框 它在外框的外圓是採用的是亮黑色的造型 那只有在銀封面就是正面的地方 是採用紫灰色或者是銀色的這個顏色 讓整個外框看起來也是增加它這個側面看起來這種立體感 除了剛才所提到的車頭燈以及水箱護罩 全新的G42在引擎蓋的上面呢 也是有它的特別的地方 它不同於一般我們引擎蓋 只有兩條很基本的這個折線 從這個圖片可以看到它在引擎蓋的中央 有一個非常看起來是平坦的一個 原廠稱之為Power Zone的這個折線的設計 那這樣子的設計呢是過去 我們BMW在一些性能的車款上面 為了能夠讓引擎室能夠塞進更大體積 更具有這種性能的引擎 而進而衍生出這樣的設計 是一個性能車的視覺上的一個代表 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更明顯看到 在中央隆起的部分 從這個T型的這個平台面 就看起來更加的明顯更加的清楚 車側的造型呢 前後我們現在看到的G42 這個就是標準版的車型 220i以及M240i 前後都有採用這個暴龜的 這個外擴的輪弧設計 那其實它也是在像經典的130M3致進 就是這個可樂品曲線 也就是為什麼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的餐桌上為大家準備了玻璃瓶的可樂罐 那其實這個還有一個目的 就是我們希望未來大家在看到可樂瓶的時候 不再次只有想到130M3 還有全新的G42 除了前後的爆灰之外呢 在車門的部分 腰線下方的這個側群是採用雙色 就是深色的這個設計 那另外在門的下緣 它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內縮的折線 讓整個曲線在前後寬跟中間窄的這個 這個視覺上面看起來更加的明顯 正車側的部分呢 它是一台雙門跑車 那它是一台很B&W的雙門跑車 所以我們非常經典的這種短前弦長車頭流線造型 再搭配在短車尾呢 有一個像是M3CSL一樣這種結合 後車廂蓋這種一體式的一個上揚設計 讓整個側面的線條看起來是更具跑格 那另外呢 在搭配鏡看車頭的部分呢 其實在水箱護照的側面 正側面看起來呢 其實它有一個 像我們過去B&W經典的這個鯊魚鼻的造型 也待會大家在看到實車的時候 也可以仔細的去看這個角度 車側當然也是用了非常多的經典元素 它在全新的G42在C柱的窗框線條 它是用一個非常標準的Hoffmeister Kink的彎勾造型 那雙門跑車必備的無窗框車門 以及在新世代的B&W車型上 我們都會看到的平整化的這個車門把手 去提高更好的風阻 那在我們二系列Coupe 則是會搭配的是M的煞車套件 是一個深藍色的前後卡鉗 以及在M240i上面呢 這個更運動化的車型 會搭配的是M的電子化懸吊 以及M的運動化插速器 最後帶大家來看到車尾 車尾除了剛才我所提到的 尾箱蓋的部分呢 本身就有一個上揚的這個一提式的 尾翼的這個造型之外呢 我們又再加上了一個M的擾流尾翼 去增加它整個車尾箱的這個上揚的這個流線 以及提供更好的車身後半部的下壓力 全新設計的LED尾燈 熏黑式的設計全LED的光源 那在這個車 這個車燈殼的造型上面呢 它是向兩側去延伸 讓整個車尾看起來是更加的寬闊 以及它在車燈殼的地方呢 它結合了車身的線條以及光條的設計 它是做一個立體的尾燈造型 下方的這個M空力套件的下擾流的部分呢 是採用一個非常誇張的這個 同樣是採用這個深色雙色的這個 非常戰鬥化的這個diffuser 另外在M240i 標配的是雙邊的矩形排氣尾管 那非常巧妙有剛好的 嵌入在這個非常戰鬥化的下滑板當中 來到車內 全新的G42是大家非常熟 如果近期來都有試駕到我們的車款的話 這是一個我們非常熟悉 三系列四系列都採用這樣子的豪華的內裝 BMW的全數位虛擬座艙搭配了12.3吋的數位儀表 以及4.25吋的中央觸控螢幕 相信大家對這個界面都非常的熟悉 座椅的部分呢 M240i搭配的是這個一體式頭枕的M雙前座跑車座椅 另外在後座呢 要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二加二人座的運動型的轎跑車款 所以它的後座是採用這個包覆性非常好的這個獨立座位 以及為了提升它的這個空間機能性 它也標配了4.24分離的椅背傾倒 另外在頭枕的部分是可以做收折的 去提供駕駛者 在看後視鏡時後擋更好的這個視野 車門版的造型是G42在內裝上面的一個特色所在之一 全新設計的這個T形結合車門把手這個T形的造型 另外在後方車門版上面有一個三角形的概念的這個壓花造型 這個概念呢是像與外觀的這個三角造型去做一個內外的呼應 那這個壓紋呢也有延伸到後座 車門把手的中央是我們全新非常有科技感的光影車門示板 那另外在大家今這兩天會看到的M240i的車內裝上面呢 會搭載的是這個帶有M的這個三色裝飾的彩色裝飾的這個M光影車門示板 當然這是一台全新世代的BMW 所以新世代的科技配備在這台車上面 當然都是具備的 那另外我值得一提的 我另外跟大家提到的是在車況抬頭顯示器的部分呢 它的這個投射的面積是比上一代的F22再提升了75% 作為一台這個強調運動操控性能的這個小型跑車 全新的G42在底盤以及車身的強化部件上面都是有所的提升 那它叫上一代的F22的車型呢 這個車身剛性提升了12% 另外在M240i上面有搭配了這個 我們先前在四系列上面所試過的這個Spring Function充刺功能 那當你需要急加速就是在你巡航過程中需要再加速的時候 只要長按你的換檔撥片降檔的換檔撥片 電腦會幫你切換至Sport Mode 另外也會幫你計算到你最適合在加速的最低單位 好 那在這邊就是為大家介紹我們這次總代理所引進的車型 入門版動力的220i 標配的M Sport是純後驅的設定 最大馬力184P 0-100加速7.5秒 建議售價199萬 那麼針對有更高性能更高動力需求的車主呢 我們也引進了M240i 搭配的是X-Drive的智慧型四輪傳動系統 直列6缸的引擎最大馬力374P 0-100加速原廠公布的數據是4.3秒 這個4.3秒的數據呢我給大家一個參考值 其實4.3秒也就是上一代搭配M55引擎的M2 原廠所公布的0-100加速成績 它的建議售價是289萬 那在這邊最後我為大家做一個總結 全新的2系列Coupe呢 它是BMW在重新打造出了一台 強調的是靈活駕馭 強調的是駕駛樂趣的一個全新的雙門車款 外型設計的部分呢 新世代的造型也向許多的 我們過去經典的這些運動房車的 這些造型元素來致敬 它是一個新舊世代融合的一個全新設計 設計概念 全新的2系列Coupe強調的是駕駛車導向 這台車我們可以說它是BMW 要告訴全世界所有熱愛這個品牌的車迷朋友 The ultimate drive machine is back and better 以上是我跟對這台車的一些思想 那也祝祝大家在這兩天的試駕行程 能夠有美好的體驗 在開完我們的全新2系列Coupe之後 臉上能夠帶著微笑回到台北 謝謝大家 謝謝Hower 謝謝Hower 谢谢大家